好 各位朋友 下午的课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上午进入这个课程的第七个方面 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 如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内在界限 我们说明了内在界限和外在界限的区分 比方说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 它都会遇到在它之外的其他一种文化 或者别的生产方式的限制 而资本主义这个生产 我们在第六个方面就指出了 第五个方面就指出 它实际上要征服世界 突破一切民族的疆界 它能不同民族的文化的差异 在资本面前削减 东方民族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开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当然现在这个地区中还有少数落干个还顶着那里 比方说北朝鲜 但早晚一天这个国家会被突破 所以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 它不是遭遇到外部的界限 外在的界限 伊斯兰世界 也无法拒绝资本对它的渗透 而现在讨论的是内在界限 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每一步 都从此同时产生限制自己的力量 这就说明资本主义生产 这个流通交换分配消费 这几个环节 并不是由近期学家所设想的那样 所设定的那样 是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系统 当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 有四个内在界限的时候 同时也就指出了 资本主义是一个非自洽的系统 那么有哪些界限四个 四个内在界限 第一个 就是这个话是马克思的原话 必要劳动 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 我们能读懂这句话 所谓必要劳动 我们昨天讨论了 在一个劳动者的时间 一定的时间段里面 他区分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必要劳动 一个是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 等于 企业家偿付给这个劳动者的什么 工资部分 剩余劳动呢 他不能说劳动到 他正好创造的价值 正好等于新价值 等于工资的时候 他就离开劳动过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 就不能实现 他的一个目标 剩余价值 生产资料 转移到新产品上去 它叫转移 不叫增加 那么 企业家的另外一笔投资 就是工资 叫可变资本的 投入 所谓工资是可变资本 所以 运用这笔工资 它可以带来什么 这个 剩余价值 假如没有带来剩余价值 那么工资所带来的价值 也转移到新产品的价值上去了 生产资料有两种 一种原料 全部转移到新产品 一种是机器设备 以折旧率的方式 转移到新产品上去 那么 整个资本税生产品的过程 就失去了它的目标 叫价值的增值 是吧 生产价值不存在 所以一定有一块 整个劳动时间 一定有另一个部分 叫生产劳动 好 现在我们看这句话 必要劳动 我们所知道 它所指的是什么 创造工资所代表的价值部分的劳动 那么活劳动能力是指什么 就劳动力 劳动力成了商品的是吧 既然是商品就有交换价值 换句话说 必要劳动是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交换价值 即工资的什么 界限 这是第一个内在界限 它意味着什么呢 它为什么能说明资本这个系统 有这一个方面的非自洽性呢 把技术运用到生产领域中去 大大的提高了劳动的效率是吧 好 劳动效率提高了之后 必要劳动这个时间会缩短 生予劳动者的时间会增大 总的时间没变 比例上发生变化 这个必要劳动占更小的比例 生予劳动占更大的比例 这叫相对生予价值的生产 对吗 那么劳动者的工资呢 就这个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价值呢 它会不会随着 剩余劳动时间的扩大而扩大呢 不可能的 每一个企业家都会做劳动力成本的核算和控制 如果劳动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进一步缩小的话 它会发生什么时间 裁减功能 我不需要那么多人 是吧 我技术提高了 原来的工资水平不会随着 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大 这是不会的 不可能发生了事 所以必要劳动这个比例规定了什么 工资 在整个新创造的价值中的比例是限定住的 新创造的价值 分两部分 一部分叫工资 分两部分叫生予价值 是吧 它的比例是由必要劳动跟生予劳动 比例同步的 规定好的 这比例是一致的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产品生产的更多 在一定的时间单位里面 可以产生更多的产品是吧 这产品要销售到市场上去 那么整个消费人口的比例怎么样 是企业家 金融家 地租收入者 占大比例还是小比例 一定是小比例 劳动者 在整个人口比例当中一定是大比例 剩余劳动时间比例扩大 产品增多 它卖给谁 也应当卖给同样大比例的人口 但大比例的人口并没有因此提高购买率 于是一个企业家对自己的员工就有一个矛盾的要求 希望自己的员工在自己的企业内部 他的工资收入是被限定的 一旦这个员工走出自己的企业 他就希望他有旺盛的购买力 才能把那个 由于生产效率提高 而生产出来那么多的商品买掉 购买掉 一方面他害怕着生产过程 因为害怕生产过程 所以他就希望他员工在社会上是具有旺盛 足够的购买力的 但是他员工在这企业进入劳动过程的时候 必须限制他的购买力 就限制工资嘛 这个矛盾是资本罪生产无法克服的悖论 这是个悖论 西方现在面对这种悖论 他的主要解决方法是什么 二次分配 提供社会福利保障 稳靠着社会福利保障 但这跟企业家的行为没关系的 跟资本职生产本正没什么关系 而是国家的什么 政治的调节 就是当一个普通劳动者敢于花钱的前提是什么 有基本的社会保障 比如说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免费教育在中国是值得不可思议的是吧 当然最多义务质教育到几年 到初中毕业 但是俄罗斯呢 一直到大学 你考进莫斯科大学也不要得学费的 他是这种调节方法 当一个老百姓有这几个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的时候 他敢花钱了吧 我们为什么要捂着口袋过日子 一防生病 二孩子要教育 是吧 那么现在还有一座大餐叫住房 那么他购买率就更低了 他捂着口袋过日子 所以生产过程危机就难以避免了 西方人能通过什么 他们用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终于认识到 有一个问题 就是二次分配的重要性 所以比如说在北欧这些福利国家 你一看简单到社会主义那里去了 和共产主义也很接近了 因为他人口少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非常成熟发达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他可以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 转移到什么 其他国家去 这些福利国家的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 他们倒是享受着什么 相当高的福利呢 但整个地球来说 整个世界上来说 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这个矛盾 就是广大民众的购买率的限制 和产品的商品的大量的生产和销售 直接构成这个矛盾 这是一个悖论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悖论 来看第二个悖论 也是马克思的原话 也是马克思的原话 剩余价值 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 在这句话里边 马克思先把剩余价值和生产劳动 分开来说了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以价值 增值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 这个资本主义生产 之前人类一直在生产 无论是在奴隶值的生产关系中生产 还是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中生产 还是在中国亚西亚生产方式中的生产 任何社会形态 它的生产都要追求剩余劳动 什么叫剩余劳动 就是劳动 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什么 接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 假如这个接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 这个产品就是这个劳动的对象化 物化 那么这个产品如果统统被消费掉了呢 这个社会 这种社会形态的文明是不可能进步的 在一个特定的一年里边 比如说一个国家 它生产出来的东西 要有一部分是接累放在那里 这个接累主要是生产资料 生产工具的接累 它代表这种生产力 生产劳动越是接累得多 人对自然界的自由越是大 生产劳动会让一部分人 从劳动领域当中解放出来 从事艺术 哲学 科学 在古希腊奴隶社会里边 有生产劳动吗 有 这个生产劳动是谁提供的 奴隶 奴隶生产的东西 一方面要自己作为生活资料 否则他不能活 去的都给了谁啊 奴隶主 奴隶主拿了这些东西以后 一方面是自己什么 可以保证生活 另一方面 无需劳动 于是可以自由地 从事什么 文化方面的创造 古希腊灿烂的文明 它的前提就是 古希腊的奴隶制 所以在奴隶制阶段 也有生予劳动 但生予劳动的量小 到了封建社会 那么要比奴隶制进步了 生予劳动更多了 但生予劳动还生予劳动 不能叫生予价值 这个生予劳动是什么 他过去的劳动 现在物化 物化在什么 使用价值当中 劳动是种活动 建立起来的劳动 物化为什么 使用价值的财富 所以封建社会的富裕 是以食物形态存在的 粮田多少某 多少寝 牛羊多少 粮食无骨 物皮 各种各样的 使用价值 在食物的形态上 量大不大 是吧 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 生予劳动 它不能停留在 物化为使用价值 这样一个食物形态 物化为使用价值 这个食物形态上 它就是被堆放在 仓库里的东西 生予劳动 被堆在仓库里了 是吧 就像宝钢当初 仓库里面全是钢材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你堆在仓库里的钢材 是不是剩余劳动 是剩余劳动 它如果没有卖成 没有在市场上 获得价值实现 它就不是剩余价值 怎么办 由于剩余劳动 无法实现为剩余价值 结果会怎么样 各位 如果一个企业 它是产品 那么多剩余劳动 不能转化为 或者说实现为 应该这么讲 实现为剩余价值的话 就不能实现为 它最初投资的增值 货币的增值的话 这个企业破产 是不是破产了 它投资可能还借贷的 自己的自由资本的投资 是倒也算了 我就彻底穷光不得算了 我还是一屁股的债呢 我照这个钢颅 炼钢颅 我是贷款的 我刚才谋不到 我肯定破产 我还有债主上门来找我 然后按照法律 宣布破产 因为公司都有限公司 是吧 法律也会缓和一下 是吧 总而言之是破产 如果结果破产了 怎么办呢 整个钢铁含银就结束了吗 不能结束 生产过程危机呢 在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人 健常的健全的理性 也不懂资本主义啊 我们就觉得很荒谬啊 怎么会过剩呢 哪里过剩呢 中国14亿人口 大家都住上好房子是吧 住上好房子 是不是要添置家具啊 装修啊 各种事情 全要用钢材的 还有其他领域的生活 需要钢材 你把堆放在 保钢的企业的仓库的钢材 每人送一份 还不够我告诉你 哪里够 如果中国人够了啊 还多送给非洲兄弟 终于发现不够 其实过剩的绝不是剩余劳动 过剩的是什么 这部分剩余劳动在市场竞争中什么 实现不了剩余驾驭 则有一个做法 把它毁掉 不过剩余劳动在市场竞争中的